影帝吴振宇跟TVB事后胡定心 艺人胡子彤 庄思敏和导演陈永生等 8月29日晚在香港铜楼湾 为电影《逆流大叔》举行驻结会 庆祝电影的票房 正式的突破千万港元大关 由于影片本来属于低成本制作 吴振宇则声称 没有想到成绩会这么好 也希望后期的票房会步步高升 因为还有很多人还没能看到 他们都发出一些声音了 所以今天就是跟请愿生吃饭 他们也承诺把我们的那个 那个放映的时间拉到中秋 我们就是这个龙舟可以爬到中秋 另外就也是胡定心 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演出 虽然在拍摄电视剧上 他的表现一直很好 但是为了逆流大叔 胡定心每次去电影院卸票之后 都会在社交账号中记录开心的心情 称那种感觉和拍电视剧 获得高的收视率很不同 虽然票房大卖不是胡定心一个人的功劳 不过这也算是一个好开始吧 胡定心你以后一定要多多出现在大荧幕上哦 当然想啦 好吧 当然 没有啦 我们都需要人嘛 我就真的很荣幸 因为其实我拍第一部电影 就有个找我 我没有想过 那个怎么得到什么 就是一个 我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就只管就是拍好我的戏就可以了 就没有想过就是第一部电影 有份参与的一部电影有那么那个口碑那么好 还有那么多人香港的观众支持 我去跟他们一起去卸票 我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跟我拍电视剧那种感受 收视率的那个感受有一点不同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 我们来愿拿来 优优独播冢